diagnost Jaguar 譬如說已經有上了比較油性啊 或彩妝啊 上的比較多 這時候你當然要把它卸掉 所以皮膚有負擔 那冒孔實在會比較好 如果你是都沒有使用的話 或許你用清水洗 也比較不刺激 所以每一個人在清潔部分上 我覺得就是還是要看他 臉上有沒有使用什麼產品 然後看他的皮膚的狀況 對 來做個選擇 那但是清潔這部分 是需要特別注意沒錯 如果臉上該清潔而沒清潔好 當然會造成皮膚一些負擔跟發炎 再來保養的部分 我就覺得說 面膜是可以使用 但是使用面膜後 大部分這種短篆補水效果 還是需要一個 鎖水層的乳液來幫忙 所以我建議在保養部分 可以使用面膜 但是乳液不能忘記 所以乳液一定要擦這樣子